在咒术回战漫画243话 终于高宇和眷手的搞笑结束了 就在喜剧表演结束后 眷手并未察觉到一股犹太的咒力 结果就这样被斩首 但不确定眷手是否已经死亡 尽管如此 眷手留下了类似 我的意志将会有人去成的话语 暗示着仍然有未知的事物即将发生 因此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介绍高宇完成的心愿 眷手斩首的情节 高宇使用领域展开吗 以及剑手的剧成人是谁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在故事中 剑手与高宇继续的表演喜剧 在表演的过程中 他们意想不到配合到非常的完美 两人一个吐槽 一个则是回应得非常搞笑 换句话说 剑手发现了高宇的才华 根据先前的高宇 他无论表演什么 都不会让人感到有兴趣 甚至还非常无聊 高宇那时可是不具备喜剧的天赋 在他们的表演中 剑手在和高宇的互动中追到这一点 他创造了高宇给回应剑手的异象 并为高宇实现了灵魂的共鸣 他们的表演非常成功 我们从平整的笑声来看 应该在场的观众也会跟着哈哈大笑 在最后一幕的时候 高宇突然要回到现实 他梦寐以求的就是走上大赛的舞台 高宇觉得这是一场他不想结束的梦 也就是说 高宇的喜剧梦想已经达成了 他也找到梦寐以求的搭档 以至于他不想结束 而剑手的目标也达成了 他的目的是满足高宇许继的愿望 随着结束台上表演的受委支持 梦幻版的舞台也画下了句号 然后高宇对剑手说了一声谢谢 不仅仅是对他满足喜剧愿望的感谢 还包含对组成搭档的感激之情 剑手回应说 你真的很有趣 两人成为了独一无二的自由 虽然高宇交到了朋友 但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搭档 而现在终于找到了灵魂共鸣的搭档 在许剧表演结束后 高宇现在呈现出鬼魂的形态 横磨在地穿着死竖装 这是否暗示说 高宇已经死亡了 目前还不确定高宇的状态 根据我的猜测 我解释为这是死亡的象征 高宇用自己的素质 以一种幽默的方式走向人死亡 虽然他看起来像是随时都会醒来 但由于素质太强大 我认为他可能会在这里退出 即使他还活着 由于满足了喜剧的愿望 他可能不会再继续战斗 就连最强的五条物也退出了 所以我认为借鉴下下 可能打算把最强外挂角色进行洗牌 不然接下来会影响后面的剧情 不过如果高宇还活着 未来可能会发生更有趣的情节 在最后的绝境情况下 高宇的素质可能会派上用场 或者可能会有某人被复活 或者可以阻止 借鉴所的最终计划 突然一股犹太出现在 借鉴所的身后 犹太随即斩下了 借鉴所的头颅 借鉴所可能就这样死了 然而即使失戏头颅 借鉴所仍然可以说话 并且说出了 我的意志将被剧成这样的话语 借鉴所的死来得出乎意料 但也可能是必然的 只有犹太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但为何借鉴没有察觉 一股犹太的出现 借鉴所此时在想 这可是拥有庞大周率 总量的一股犹太啊 为什么没有察觉到 借鉴所看着高宇说 原来如此 是因为不想被打扰吗 由于借鉴所在看着高宇 说出这番话 个人推测 高宇可能是在无意中 启动了领域展开 由于喜剧舞台是领域展开 而且在这个结界内 可能外界的周率感知会被逐格 高宇不想被打扰 可能是因为他不想让 与借鉴所的表演被中断 因此启动了领域展开或结界 不过如果是领域展开的话 外部进入内部是相对容易的 所以这样的解释 可能有点不够完备 不过这次的回答 除了高宇的领域展开之外 我是在想不出其他可能的解释 然后我感到惊讶的是 我认为借鉴所真的是太小看了犹太 借鉴所已经活了1000年了 他经历了无数的战斗 都幸存下来了 他甚至在99的黑洞中 幸存下来了 考虑到这一点 即使犹太突然出现斩首了他 我认为借鉴所又不会马上死 然而犹太的力量和速度远超借鉴所的想象 他比胡藏母亲的反重力速式发动得还要快 一瞬间就撈到了借鉴所的背后 只用剑就将他给杀死 也就是说 犹太根本不需要使用速式 就能做到这一点 我个人认为 犹太是在借鉴所回头后 又撈到了他的跟后面 这并不是因为他发动了什么速式 而是因为他单纯的在速度上胜过了借鉴所 在周四回战0.0版中 击败下游节的是已古犹太 现在打败了战据下游节身体的借鉴所 也是犹太 这确实是一个重现的经典情节 在借鉴所文打 最初就打算这样做吗 犹太回答说 高云先生不会杀人 根据借鉴所和犹太的对话 犹太的到来似乎从一开始就是计划内的一部分 因为高云无法杀人 这是一个值得担忧的点 所以必要有人来结束建所 透过高云的速师将建所玩弄 最终由援助者击败建所 天使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是这样的 这次的计划非常成功 离初不要和高云讨论速师的是天使 这也可能是天使考虑到 建所会失去对周历的改制 这是一个早就融入计划中的可能性 确实如果是这样 高云的速师真的非常厉害 毕竟建所当时也是非常兴奋参与许去表演 那么为什么犹太不将建所头砍碎呢 建所的脑袋被认为是他的本体 如果不把脑袋砍碎 他应该会采取某种策略 像建所这样的人 应该已经为自己被打败时的应对策划好了 或许这是为了下一个情节的发展 或许还有其他的原因 在漫画《73话》 福威圣尔提到 周灵操作是时候 不清楚被吸收的周灵会发生什么 犹太也许是因为不知道 建所的周灵会有何变化 而决定不砍碎他的头 建所正在策划着某些事情 而且下周就会启动这个计划 这是否与周灵超速有关呢 还真的完全无法预测 建所还说可惜啊 看起来建所 自己已经有人准备面对死亡的节目 接下来的问题是 建所的遗址被水聚成了 我认为这个遗址 并非指的是掌握建所身体的舒适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这么说明是有道理的 因为如果是指医治的话 那么卷所以外的某个人 可能会持有相似的思想 那个人会是谁呢 目前我大胆猜测 可能是虎藏的父亲 虎藏人 他也让人感到可疑 虎藏游人的父亲 虎藏人的生死状态还不清楚 人可是最适合继承医治的人物 因为当时人已经被卷所给迷惑 甚至还和他一起生下虎藏 虎藏人可能被卷所洗脑 目的让他相信 只要完成卷所的目标 就能让虎藏相知复活 也有可能虎藏人被安置在某处 叶如在卷所死亡的同时 互刑等情况 如果是这样 未来可能会见到亲子对决 虎藏要怎么样面对自己的亲人 作为故事的高潮 亲子对决是一个看点 虎藏游人和虎藏人的亲子对决 一方面是拯救世界 一方面是拯救亲人 虎藏要怎么样选择呢 虽然这只是假设 但如果剧情真的往这个方向 故事真的会越来越令人期待 因为虎藏亲人的浮现 目前还没有解开 我们来做个总结吧 高宇和卷所的对决 满足了高宇的许具艳望 两人带着满足的笑容 达成了决局 然而 破冷水的是一股犹太 他轻易而举地斩断了卷所的头 虽然卷所疏忽 有人面对死亡的觉悟 但看起来他仍在策划猛事 随着卷所的死 周灵超速的影响将会发生什么呢 谁将继承他的遗志 高宇和优太的组合击败了剑锁 下一回 终于由主人公胡藏有人和日身宽剑 合作对抗两面宿罗的战斗 你们对于这一话有什么看法 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吧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